欢迎来到频道Daily Star News 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 不老男神钟汉良再次挑战古装剧,男主女主惊心动魄 娱乐圈八卦很多,有些人只是想靠人气和关注度 以这种方式成为明星几乎是不可能的 想要在这个位置站稳脚跟,获得更多的人气 就需要展现自己的真实实力,说服大家,这是一个长久之计 钟汉良以长生不老着称,他的才华创造了许多经典作品 这一次,他再次挑战古装剧,主演是一部让人心碎的《清澄清欢》 一个艺术家,手里拿着一本经典,代表着他在圈子里的影响力 不要指望依靠一部电影,一个角色来增加你的知名度 他的地位再高,也必须不断更新和磨砺自己的演技 只有这样,他的成就才能得到更多的认可 钟汉良是一个非常受欢迎的演员 他创作了很多经典电影,和做过很多明星 他的作品非常受欢迎 钟汉良饰演的各种角色,让人觉得他的理解能力很强 哪怕是最细微的动作,哪怕一个眼神,都能让人感受到他的演技,引起观众的共鸣 他的表演总能给人带来很多惊喜,让人沉浸其中,让人着迷 很多粉丝知道他又要出演《清澄清欢》了,顿时引起了大家的兴趣 他们很想知道这个角色会是什么样子,会有什么样的惊喜 一部还未播出的作品,对整个娱乐圈、背后的导演、剧情、制作团队,能产生多大的影响 这部电影的主要内容就是围绕男女主、女主,甚至是一些关键人物展开 他们之间的互动将使整个故事达到最大的高潮 毋庸置疑,钟汉良的演技是无可挑剔的 在他之前的系列作品中,他可以轻松获得数百亿的收视率 什么样的作品才能称得上优秀 有几个关键点需要解决,有人说开播后能迅速登上热搜榜 甚至排在榜首,是非常好的 还有一些需要特别注意的点,就是作品的收视率 也是分数的一个指标,比如点击率,就是一个很好的指标 当他被邀请时,每个人都有一个感人的答案 那就是这个女人能够与钟汉良制造一系列的意外 而袁冰岩就是她的女主角 得知这次的合作,女一号很是欣赏 因为她找到了一个事业蒸蒸日上的女演员 让她的作品更加有吸引力,也让她的回答更加完美 袁冰岩,是娱乐圈中,发展最快的一个 她的颜值,让所有人都刮目相看 一部仙侠电视剧,让原本不受欢迎的局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让很多导演都对她刮目相看 她手里的资源很多,有的正在准备,有的正在播放 一部作品的成功,并不是简单的一项工作 从准备到正式播出,都要经过很多的磨合 稍有疏忽,就会造成很大的影响 钟汉良是公认的一位有影响力的艺人 她和很多的演员都有过合作 这一次,她终于见到了一个亮点 那就是清诚意清欢的女主,年纪比她大了一圈 这一点,我们不用质疑 以她们的演技,一定会给观众一个惊喜 你怎么看